每一年我们都是有盈余 而且每年的EPS都一直在往上走 我们的经济模不止一只 伟创自通董事长林宪明心情大好 去年营收近兆元规模年增14% 净利也大增7% 旗下文影伟创软体企机等经济模表现优异 尽管近期越南传出限电问题 但林宪明强调影响不大 越南的限电大家都面临 我们现在营运规模还小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营运 我们自己有发电机 我们当然也在越南 现在再开始跟这个绿电的 这个supplier再继续谈 大家都看到我们的产能 逐步的再往海外移 往台湾移 往这个墨西哥移 不是往越南移 那是全球布局的一个必然的考量 台湾EMS制造能力 已经从设计生产材料回收 形成完整一条龙服务 林宪明更直指 2022年全球ICT产业 再加上下游市场的收入 约6000亿美金 台湾就占了4000亿 多达7成 台厂在供应链中不应该被忽视 台湾ICT业者在全球将扮演 不可或缺重要力量 所以我想我们这方面不应该被忽视 也不应该被定位那么低 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 怎么让大家的附加价值再提高 产业的布局已经不是台湾加一 是台湾加N 过去我们这个力量是被低估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说 什么是代工产业 我们其实是一个技术服务的产业 外创全球布局因应客户需求 持续进行 面对生产式AI挑战 已经着手因应展望AI产业的未来发展 令县民保持乐观看待 新大地市高级的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